这是上海复兴医药集团 在昨天晚上发了一个公告 表示控股子公司复兴实业 是已经跟我们的台积电 口海永龄基金会 签订了一个销售协定 就要卖一千万剂的BNT疫苗 这目前来说呢 除了说发了这个公告 证实是已经签约了之外 但是呢在这个公告的部分 目前还必须要等 行政流程要走完 原因是因为呢 他们有强调说 受制于疫苗使用获批 还有捐赠完成等等的行政流程 现在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还需要政府来批准 也因此呢 现在应该就差这最后一里路了 那么我们的这个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呢 则是也在上午的时候 昨天晚上的时候 发了一纸声明 脸书声明 他强调呢在目前为止 他觉得总算是有办法 来跟大家好好的 来讲一下这件事情 这一个两个多月的时间呢 他其实都一直在努力 但是呢他在声明的最后 他也强调了 说北京没有干涉 目前呢他要努力做的就是 让这个疫苗到货的时间 跟数量都能够如期 目前呢抵台的时间 大概会是在什么时间点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 抵台的时间呢 目前期望值 会是在8月底到9月初 那么保守估计可能要到10月 好你会问了为什么 还要这样子的时间点 才有办法来到台湾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这一回 其实呢政府有特别要求 必须要德国制造 也因此呢我们是要等它生产 生产完之后呢 再运到台湾来 然后我们还要改标签 好目前呢 我们在台湾这边用的标签 会是全新的标签 而且会是从德国原厂进口的 所以呢在疫苗上头 你看不到负弊态这一些字样 那标签的部分呢 因为在这个BNT疫苗 它在运送的过程当中 温度非常低 可是负80度左右 所以呢这标签也必须要 委托特定的工厂 使用特殊的胶水 还需要4个星期的工时 才有办法完成 所以看得到这回BNT疫苗 已经正式签约了 但是呢还有一些后续的内容 或是后续的程序 必须要来继续努力 好现在呢你要问说 那这样子看起来已经很有谱了 到底一记多少钱呢 先前呢我们台湾很想知道说 到底有疫苗买多少钱 政府说呢这个是机密 不太能说 但现在呢就有媒体透露了 说这一回包括了鸿海 包括台积电 买到的进口价 大概是30美元 如果再加上运送啊 或是储存等等冷裂的话 应该会花到33美元 这样的一个价格你会问 到底是便宜还是贵 这专业人士的评判 他们是说认为这样的价格 大概是符合市场行情 也跟当时呢 这东阳要来进口的疫苗价格差不多 但是呢又比先前这个信东生计的45元 来的便宜一些 但不管怎么样 现在多方都持续的在努力 大家想问到底是不是真的要进来了 昨天问到了疫情指挥中心 疫情指挥中心的方式方面表示说呢 如果是的话他们乐观其成 但是呢也不要多做揣测 有最新进度他们都会公布 不过陈时中也说了 因为BNT疫苗呢其实是目前市面上 WHO认证的疫苗当中 唯一款可以帮青少年来注射的新冠疫苗 所以现在要是真的成型 也会保留部分给青少年 那疫苗9号的施打人数远多于AZ疫苗 现在辉瑞BNT也要来了 上海复兴母公司11号晚间宣布 自公司复兴实业分别与台积电 鸿海永林基金会以及玉利医药公司 签订销售协议 将销售共1000万剂新冠疫苗 将被买方捐赠台湾机关署 用于当地接种 另外也传出最快9月可到货 150万到300万剂疫苗 10到12月每月各到货250万剂 其余明年第一剂送抵台湾 每剂采购价格超过30美元 那一切的程序都在进行中 静待有一个好结果 不仅如此就连后端的冷链措施都准备好 原本辉瑞疫苗冷冻条件 需要再-70度 不过美国跟欧盟放宽保存期限2到8度 从5天拉长到一个月 物流跟保存作业难度大为降低 不过对购买BNT进度 台积电回应签约 当事人有多方正在进行签约法定程序 一旦完备及对外公告 而鸿海则私下回复 若有相关消息会发新闻稿 未来BNT到货后 是否会让12岁以下的幼童师打 指挥中心也作出回应 只有BNT能够打12岁到18岁 那我们一定会保留给学生来打 2019年40到50岁纳税族群 有153.7万户 50到60岁是116.6万户 共超过270万户 纳税贡献度60.78%是最大宗 但以目前的到货速度 以及疫苗的数量来说 40到60岁族群恐怕还是打不到 指挥中心讲说疫苗够了 每次都是黄牛 政府无能嘛 那1000万剂疫苗都到了 普罗大众还是接种不到 那却主力族群想达到国外疫苗 恐怕还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